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在比如他变化成小妖混进尸驳动时 看到三位妖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忍不住一笑 脸立刻恢复毛脸 结果被大鹏鸟识破 总之这七十二变是有很多缺陷的 不过即使有缺陷 但也未能阻止孙悟空多次变苍蝇进洞 变小虫钻肚皮之类的高超发挥 可是如果孙悟空身体某一部位被制住 那就不是变不全的问题了 而是根本就变不了 也就是说七十二变不仅有重大缺陷 还有致命弱点 那是什么呢 而这个秘密居然二神知道 并利用这个秘密 成功制住了孙悟空 在援助第六回 孙悟空大闹天宫返向天界 玉帝派出托塔里天王 带领十万天兵前去捉拿 但被孙悟空打了个落花流鼠 观音菩萨举见二郎神 前去秦拿摇喉 二郎神的确有些本事 他与孙悟空可谓势均力敌 两人先斗刀棒 再斗变化之处 孙悟空这下七十二变发挥了大用场 可惜却遇上了二郎神 人家有第三只眼 相当于二维码扫描器 无论孙悟空变什么 他一扫就知道是假货 特别是最后他变化一座妙鱼 却把尾巴当旗杆放在了后面 一下被二郎神识破 可是 即使这样 二郎神还是捉不到孙悟空 观音见识不明 做事要把镜瓶扔出去 但被太上老君阻止了 你这瓶是个瓷器 准 打着他便好 如打不着他的头 或撞着他的铁棒 却不打碎了 你且莫动手 等我老君铸他一躬 他从手腕上取下一个金刚圈 四田门上往下移管 孙悟空只顾苦 战二郎神等七圣 却不知天上坠下这玩意儿 一下打中了天灵 力不吻脚 跌了一跤 爬枪起来就跑 却被二郎神的恶犬赶上 罩腿肚子扇一口 又扯了一跌 急翻身爬不起来 被七圣义用按住 用绳索捆绑了 这个时候 孙悟空如果变化成苍蝇影子之类的 还是可马上逃脱的 但是 二郎神做了一个动作 孙悟空七十二遍就施展不了了 什么动作呢 使勾刀穿了孙悟空的琵琶骨 再用绳子捆绑住双手 三为何用勾刀穿了琵琶骨就不能变化呢 二郎神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首先 我们必须搞清七十二遍的方法 急需要口中默念密码 还要摇动身子 待立在那里 身体是不能变化的 摇身一变就是这样的 琵琶骨式人 包括猴子等直立动物的软肋 他护住的胸 胸里是心脏 肺等重要器官 如果他被勾刀勾住了 不仅无法摇动身子 而且这些重要器官无法变化 所以七十二遍就施展不出来 在西游记中 会七十二遍的共三人 一是二郎神 一是孙悟空 一是牛魔王 其实每一个会的人 都应该知道齐鸣门在哪里 二神会七十二遍 他知道孙悟空的软肋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爱说 以齐人之身至齐人之道 这是为何 就是熟知此门记忆的人 最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 为什么同行相亲 不仅是同为竞争关系 更是因为知道彼此的弱点 所以既能在相互眼里失去了神圣感 同行指同行最为残酷 就是大家都使劲往命门上捅 孙悟空的七十二遍 在我们眼里是神圣的 但在二郎神眼里 却不过如此 二神捉住了孙悟空 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死敌 但为何最后还联合着 住了九头虫 在往昔文章中 可找到答案 我看了九头并不过来 我看了一遍 对我看了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